迎接慈激志工的到訪 陳景秋坐在老師的摩托車上 幫忙帶路 父親去年因癌症往生 現在只剩他和母親相依為命 孝順的他經常跟媽媽撒嬌 我為你吃 以前小時候是你為我吃的 我現在來我為你吃 你陪我長大好 那我替你到老 謝謝 謝謝什麼 應該的 助學家訪 昆山慈激志工來到四陽 關懷清寒學子的家庭狀況 朱仙來在志工的鼓勵下 說出自己對未來的期許 老師做錯事 讓你父母擔心要生氣的 努力一點爭取上個好大作 就能好本格 也就很講一件事 平常兒子有沒有跟你講說我愛你 農村的孩子個性幾乎都是害羞的 這一次隨著志工家訪的 霞飛中專老師 也分享過來人的經驗 平常不是我們的錯誤 但我們唯一能錯到什麼 迅速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別人來幫助你 希望我們在我們有一個情況 我們也盡量多地去幫助別人 在學校擔任班委的石宇航 平日裡就會幫奶奶做些農活 被老師讚譽有家的她 巧巧告訴志工她的願望 感謝師傅師傅對我們生意 表情團隊長的這些幫助 我們一定會好好選擇 規劃選擇 我們平常對這些孩子的這個付出 她都有心 她都有知道心裡去 你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她是發自內心的 那種感受就是像比好像感覺 其實比自家的孩子還有親的那種感受 志工用媽媽心對待這群孩子 不管是樂觀還是羞澀 她們都一視同仁 期待這群年輕的孩子把心門打開 讓溫暖的陽光照進心田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同如堂 江蘇報導 這也是